继续来关心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今天进入第七天了 以色列周五要求北加萨110万人 在24小时内往南撤离 不过联合国说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撤离110万人根本不可能 要求以色列撤回命令 而世界卫生组织WHO短间也表示 这道撤离令无疑是对医院的重症患者宣判死刑 一辆辆乙军坦克在以色列加萨边境连环发射炮弹 CNN团队曾经在2021年 在同样地点报道过尾巴冲突 只是记者说现在跟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以军已经连续六天日以继夜 24小时不间断轰炸加萨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从上周六七号开始 已经对加萨投放了六千枚飞弹和炸弹 还有巴勒斯坦人在自家阳台拍到飞弹来袭的瞬间画面 非但呼啸而过直接击中眼前的大楼 瞬间尘土飞扬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吓得民众赶快躲回房间内 根据巴勒斯坦当局统计 加萨已经有超过一千五百人死亡 其中有五百名是孩童 四十二点三万人流离失所 另外至少有七百五十二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另外至少有七百五十二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超过两千八百栋民宅受损 就连难民营也逃不过抛袭 巴勒斯坦平民只好徒手慢慢掰开水泥碎块 想办法救出受困同胞 但依旧无力回天 情况惨到就连去救人的医护人员都预袭 还得靠其他救难队赶来抢救 尽管如今陷入生死浇灌的状态 加萨还是出现一丝丝未来曙光 有小婴儿在当地医院出生 不过以军为了要彻底消灭哈马斯 再度下重化捍卫抛袭行动 面对这样的惨况 加萨人痛批以色列根本不是人 随着冲突进入第七天 以军的抛袭依旧没有停过 以色列更通知联合国呼吁要瓦地加萨 河以北的110万人在未来24小时内往南撤离 这个动作表明以军准备大规模进攻加萨 不过哈马斯却发出声明 要加萨人民待在家里 不要理会以色列的警告 到底是该走还是留下来 加萨人正在陷入两难中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哈马斯卢走上百名的人据 而这些各国人质目前很有可能 被藏在加萨的复杂地道中 想要出动特种部队营救 真的是难上加燃 而根据BBC的报道 加萨地道总长超过500公里 构造像迷宫一样 哈马斯在地道内设置指挥中心 运送军火 人质也很可能在复杂的地道中 不停地被转换地点 哈马斯到底怎么瞒天过海 对以色列发动骑袭 现在自己公布训练画面 CM报道 哈马斯在加萨走廊境内 就有至少六座训练营 其中一个更距离以色列 只有720公尺 哈马斯复制了以色列的场域 反复模拟演练作战 筹备长达两年的时间 甚至还练习如何俘虏 及捆绑人质 全部展现在这次行动当中 在囤坑区抓人 上百名人质生死未扑 阿嬷痛哭失声 因为儿子和小孙子都被抓了 只能看着照片难过流泪 另外还有 这位妈妈 21岁的儿子 在上个礼拜五 10月6号晚间就出发去音乐节 没有想到就此分别 房间都还是儿子离开时候的模样 却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主人 哈马斯卢走的上百名人质 至今音讯全无 很有可能都被藏在 加萨走廊的恐怖地道中 传出已经被击毙的哈马斯领袖 新瓦尔 他曾经最自豪的 就是哈马斯如地下迷宫般的地道 CN主播曾经跟着以色列军方 到一处被查获的地道 一看究竟 有些地道深达30公尺 通道的高度约180公分高 宽度只有约76公分 狭长窄小看不到尽头 哈马斯在地道里 建起地下军火库 能够运送武器 调度指挥 发射火箭弹 还曾经发现过摩托车 为了要让摩托车 能在地道内移动 哈马斯把后照镜和大灯都拆掉 并且装满武器 根据BBC报道 这样的地道总长达500公里 全部都紧邻平民建筑 去年以色列国防部就制作影片 指出这些地道的出路口 就紧邻加萨伊斯兰大学和医院救护车的车道附近 而且近年还越盖越好了 让以色列更加大力道 要除掉这些地道网络 不断道破炸断地道 但是哈马斯声称被破坏的比例不到5% 之前CN记者拍摄还一度被蒙上双眼 以巴冲突里上百名人质 可能也像这样被藏进地道当中 要营救非常困难 有专家认同以色列用围困加萨的方式 施压哈马斯 平民可能为了换取物资提供情报 出现营救破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以色列紧急征召的后备军人 已经在基地集结待命了 另外以色列军人也已经在边界展开行动 狙杀混入以色列的哈马斯民兵 美国提供的武器弹药也已经陆续运到 以色列还加码要求德国提供仓路无人机 不过美国陷入两难 因为提供以色列的军武 恐怕会排挤对乌克兰的援助 一听到空袭警报 二话不说赶快躲去避难 民众神情各个很不安 因为过了六天 哈马斯还是在向以色列开轰 以色列南部港都 阿什克隆同样警报声不断响起 尽管海边没人没船 炮弹照样来袭 哈马斯似乎乱射乱打 就是要攻击以色列 不过从7号开始 以色列军队陆续扫荡 这几天跨境进来的哈马斯民兵 突袭爆破样样来 以色列军队强力攻击哈马斯据点 以军释出最新画面 等同周告天下 哈马斯成员 胆敢在现身以色列境内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但哈马斯的主力 依旧都还在以色列西南部的加萨地区 以军目前除了对加萨日夜轰炸 接下来似乎要准备进攻入侵 而且现在已经包围加萨边境 空中陆地军备全面部署 加上十万大军叙事待发 后头还有三十万预备役 不少人即便住海外也要赶紧回国 入伍奋战 只不过就算军力再多 以色列即将面临的可能是更大更长的战线 网车外看沿途都是以色列坦克车 这是在接壤里巴嫩的北部边界 因为自从里巴嫩争主党日前趁机攻击后 和以色列全面开战恐怕只是迟早问题 只是尽管信息满满 以色列还是有向他国求援 包含请求德国提供这款叫仓路的无人机 不止德国提供无人机 美国先进弹药也已经抵达以色列 希腊 英国 美国等等 跟陆续出动军机军舰前往地中海待命 主要就是要帮以色列围折中东地区 防止冲突升级 战争爆发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就前往以色列 台拉维夫 一见到总理纳坦亚胡 就立刻握紧对方双手 还说我们就在这儿 我们不会离开 布林肯甚至和音乐际屠杀的幸存者 近距离谈话 并表示会想尽办法解救那些被掳走的人质 布林肯这趟中东行行程也很赶 接着他就前往约旦见国王阿布都拉二世 也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统阿巴斯会晤 美国防长奥斯汀随后也抵达以色列加码 表达力挺 但随着华府聚焦以色列同时 却又引发美国国内逆个担忧 专家分析以色列只要展开地面进攻 往后需要的弹药就会按乌克兰的需求重叠 而反观台湾来看看面对难以降温的台海情势 国军努力增加兵源 但是一年制义务役恢复后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还是未知数 口令后即时开始大学生存游戏社 射手姿势以摆秀枪法 比准度也比速度 11秒多就打完25个目标五 其实这距离社长陈俊宇参赛时的最佳成绩 还慢了两秒 两个月没练习的原因 是整个暑假忙于接受特战训练 所有的军校生里面都一定会有一次的暑假 是到谷关立阳营区去受训 有绝壁攀登 还有CQB 就是限制空间作战 还有进阶射击 学校之前有带我们去看航台展的时候 那边的无人机我也知道 现在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那不管是大型小型都是有的 学生是觉得说 有这个无人机的操作 跟一定的知识到部队还是有用的 操作无人机 精准完成考照指定科目 八字水平原 把社团的玩票性质 推向真正一技之长 不过全套迷彩服 开口闭口都自称学生 如果只是军训课 也未免太严格 中央五位准 向中看 去 基本教练口令和动作 还能说是模仿 但是学生身上的制服 和三军六校版本完全一致 这里就是ROTC 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我是空军生 然后走之后未来是以地情为主 考完就是高三那一年 其实蛮迷茫的 就是想说自己不知道 有点没有没有什么目标 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是因为家人蛮支持我 我走这条路 因为会想向往实习旅路爬是因为 每个学长姐他到部队的时候都蛮优秀 外岛那边会学习更多的炮兵 一些比较专场的事项 那学生就一直很想要挑战 军事课分组报告 学习健网之来 一天之内上午静态军事教育 下午操课磨练体能 之所以成为民间军校 原因是周一到周四 所有人回归一般大学生 其实这种教育制度 其用已久 源自于美国 拓展军官的来源 那我们以美国陆军来讲 西点军校每一年毕业的少尉 大概就一千出头 可是每一年美国陆军所需要的少尉 将近五到六千人 那剩下的 他一定要由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人力的这些需求 那ROTC的发展 刚好就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美军用了超过一世纪的措施 台湾曾经因为成效不张而中断 如今因为一年兵停征 基层严重缺乏预备军官 让制度重新受到重视 和正旗班相比 ROTC在大一下学期才开始实施 也不是官校集中式的休业 而且正统军校毕业 最少得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ROTC却只服五年 不过曾赴美交换退役将领认为 干部出身多元化 能为管理文化带来不同激荡 譬如说以美国陆军上将 刚卸任的参谋林区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是ROTC出身的军官 那当这些高层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ROTC的 来出任的时候 他对于后面的这些 新兴学子的ROTC的学生 他当然也一定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顺便锻炼自己的体能和胆量 牺牲自由 从民转军 理由大多是未来稳定 国防部当前签约129所大专院校 除了桃园南亚人员充足 能独自成立转业大学 其余依照地区的分配到教育中心 假日受训 制度处处顾及学子权益 起因于现实 外有敌情 内有兵力需求 现在国军的人员招募 除了得从民间学校扎根 还得同时考量 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而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今年实施的大学和义务役三加一 第一批试用者就是今年大义新生 义务役新制参与人数 教育部还在统计 但这两位同学自愿被排除在外 不怕疫情因为情势而延长 索性一次直接当五年 94年次的杨耀翔和林玉翔 在选择兵种专场之前 志向金明雀 动荡年代 募兵穷则变 变则通 不想当兵一百个理由也不够用 自愿的人或许才更有使命感 为国家尽心尽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